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3月16号 美国纽约时间线是8点40分 那最近呢已经换成了春令时了 那在大陆的或者亚洲时区的同学们 应该现在是跟我们纽约时间是同步的 差12个小时而已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更多同学 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公开课过程当中 因为时间的话可能早了一个小时的话呢 大家可能没那么早休息的同学 还是能够更多的加入到我们的公开课当中的 感谢第一证券 First Trade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美股实战系列的期权内容的公开课 那还是老样子 前面的15分钟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带大家直达实战的交易前沿 同时后面的话呢 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的提出啊 在问答这里面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问答的Question Q&A的这样的一个按钮 进去之后呢可以输入您的问题啊 这样一个一个的问题 一会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的解答 简单的名单证明 如果说选择机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本次的公开课啊是本周的第一期那我们以往的话呢都是周二到周四啊那今天是16号对吧 16 17 18周二周三周四三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线上公开课 然后呢后面下周还有三期啊那我们完结这一批的公开课之后呢我们又会开新的系列的公开课啊到时候有通知的话还是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目前的话呢 接下来的五期对吧接下来两周啊周二到周四我们都会跟大家再见啊都会都跟大家再见面的啊都会跟他在这里同一时间同一点见面啊好进入本次的搬车计划我们先讲一下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啊上周 讲回到上周上周我们讲到的内容啊就是标普五百关键的点位啊关键的点位啊 我们昨天尾盘最后是突破向上了对吧突破向上终于是收不住了啊多头再也是按捺不住这样的一个躁动的心对吧 终于是突破向上来到了一个收在一个历史新高啊那我们看到盘中的话呢其实在周五呃上周四周五其实已经出现了盘中的新高的盘中的新高呃那周一是按捺不住收在了历史新高的上面啊 这个不是一个bearish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收在历史新高是一个极其强势的一个牛市的信号啊 那我不期待的说短期一两天内会出现重大的反转当然今天我们也会讲到一些重要的事件可能会引发一些波动的对吧 像本周五呃是四五日啊四五日在每个季度啊就是3月6月9月12月的第三个周五月期权啊 同时还有季度期权啊加上还有期货期权各股的期权到期啊啊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品价格的波动啊 那我们把它俗称为四五日对吧俗称为四五日 在这个之前叫三五日对吧 triple witching现在是叫quatch triple witching啊quatch triple witching主要是到期的这个衍生品啊结算啊 更多是我们看到股票的指数的选择权对吧还有说各股的期货各股的选择权这些啊期货期权的啊这样的衍生品的到期结算可能会导致啊 各资产价格的变动会比较的大一些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又据我们以往的观察还有说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四五日的前后啊市场不会有太多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就是原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那可能会继续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更多是中立偏向上对吧中立偏向上对吧 我们看整个大趋势还是向上对吧所以往往都是中立的去中立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呢顺游原来的趋势可能会中立偏向上但是也不排除在四五日之后啊也就是下一个周一市场会面目猙獰或者说露出本来的面貌对吧露出本来的面貌啊所以我对四五日本周一直到周五的话我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但是到下周的话 对吧如果市场该跌该怎么样的话那可能也会有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四五日这边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大概就是中立偏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但是下周怎么看还得再说对吧当然本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像美联储啊鲍尔这边又有一个信用发布会的Fed Day在周三有一个利率的发布会议但是这个预计是不会有任何利率上的变化的不会有任何利率上的变化 但是是否包演讲话的两点半的讲话美国纽约时间也是北京时间的周四凌晨两点发布然后两点半会讲话啊有一个记者的问答那这里是否也会产生一些市场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有对吧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经济数字啦周二以后会有一些经济数字 这些经济数字也会影响着市场以及通胀的一些预期啊本周有大量大量的经济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分析这里面周二今天 八点半啊已经有了然后九点十五分然后十点钟 这经济数字会一系列的发布出来啊那我们看到经济数字我们不希望说怎么样不希望说太好对吧太好的话其实通胀预期 反而会加深美联储这边加息呀或者说退出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我们希望数字不要太差就行了对吧中立保持一个ok的数字就可以了我们看今天的数字比预期中要差啊零售数字先目前是比预期要差其他数字我们在看怎么样对吧 这个数字我觉得有好有坏的解读啊总体来说我觉得算是偏好的说明经济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吧 这样美联储啊政府啊可能会自继续的刺激下去啊这样反而其实对这个债势的压力会比较小一些 这样可能对美股也是有更多缓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啊我们看本周三周四有更多的经济数字出来 呃那到时候再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周三啊还有这个呃本本本次还啊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啊 周四周五全周都会有一些重要的级别的一些财报啊这里面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好好讲一讲里面包括了像fedex啊 还有一些大马股对吧还有一些大马股什么village vff这个啊这个大马股对吧vff village farm啊village farm这一只啊 像这些大马股我觉得都是值得去关注的啊 大稍等一下啊我这个鼠标好像是没电了啊看看换一个鼠标好换一个电池 好了现在好了 抱歉啊vff啊 这个大马股也是将会在周二盘前财报啊 然后还有sandai gor也是我们本周的美股实战学院的呃公众号上面讲到的每周一股的idea啊 那这些都是呃一些小大马对吧可能本周会陆续有一些财报出来包括 hexo 还有一些这个canadian solo啊太阳能类的 然后他比较熟知的就是fedex nike general doro还有拼多多了啊最近中概稍微弱一点点啊 但我们看到还是会有一些中概贝壳啊 拼多多啊 乐信啊新浪啊啊这些财报啊 还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富途啊这些啊 呃 还是有些不少的各股的公司值得关注的对吧 这个可能一会我们有机会的话也会展开来讲一下 呃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外国的一些是国外的一些事件啊但可能对市场的影响就比较微乎其微了啊 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些各股的财报 还有一些经济数字啊美联储啊还有本周就是四五日了啊那这些事件的连锁影响下啊 那我刚才说了大概说了一下市场我认为是会中利偏向上的更多的话因为是上周我们说到关键点位 目前是站在上面啊 那关键点位在上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对市场有比较 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上周我们说过 最近的高点也是之前美股开始连环套路的位置啊 呃我们看都站上去了啊尤其是比较关键的3900 到3940啊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是之前多次被砸下来的位置对吧多次被砸下来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一次并没有砸下来啊反而是在上周四周五稳固之后突破 然后回踩并 再开启一波新的一轮新高啊 那我觉得这一个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 技术形态结构向上啊 我们看是这稳固对吧然后突破 关键的阻力然后并回踩 而且一举突破了关键阻力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高对吧 然后回踩关键的支撑 然后这边再次上去 再回踩然后再往上 然后现在开始低点是继续的不断的抬高而且不断出现更高的高点啊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的话我觉得标普百整体市场来说 目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除非 我们跌穿了3920 3900 这些关键的位置啊 或回落到3940这些关键的位置 啊 回到这个区间的话那我觉得我这边可能会偏 中立或是甚至往下看对吧 那如果说目前还在这个区间之上的话我觉得大盘还是有空间 往4000点去进军的啊 往4000点去进军的 目前市场的领导者 还是有 钟小盘 带领的 我们看钟小盘最近也是 下跌的过程当中对吧 也跌的很快啊 也跌的很快 很快就跌完了 然后呢 也很快就拉回去了 而且很迅猛的完全 没有任何鱿鱼的 对吧 就去创了一个新高 而不像说标普百当中还来回几个回合 对吧 还会有拉扯 我们看到钟小盘直接去创新高 然后道指的话呢 一直在新高 附近 也没含糊 对吧 也是直接的一路拉上去啊 反而我们看到这边比较鱿鱼的 或是来回 再拉扯 现在目前还在 低位的啊 目前现在下降趋势 才刚刚走出来出露头脚的 科技指数对吧 或者还在下降趋势啊 看你这个趋势线怎么画了 如果你严格去画的话 从15分钟图来看 这个下降趋势已经是走出来了 对吧 但从日线图来看的话 其实下降趋势似乎好像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啊 这下降趋势走出来 然后回踩了一下啊 目前似乎 科技股可能是市场更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线索了 也是风险目前长口所在的位置啊 就如果说市场有回调的风险 对吧 最弱的科技股 是否 会是继续拖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目前我们看到科技股 依然是在拖累的市场啊 但是道指中小盘 或整体市场标普版 对吧 也是慢慢的在 科技股的最近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下 也是出现了新高啊 那我们看到科技指数 QQQ稍微弱一点 然后呢 这个半导体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但半导体这边似乎比QQQ要强一点 最近出现了一个 新的高点啊 然后另外我们再看XBI 也是对吧 下降趋势也是走出来 XBI这一波下跌是比较早 而且是比较干净利索的 然后这边下降趋势也是慢慢的走出来了 好 目前只能作为是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反弹过程当中他目前是 比较早出现反弹而且是比较强的一个反弹啊 那看看能不能后续的延续 IBB也是一样的 那这些都是属于有成长性的 估值可能最近被吓杀比较厉害的 成长科技类的板块 成长科技类的板块 那不像说传统价值或者说美国的本土公司 道指啊 我说IWM这么样的有价值了 那些成长性的估值可能会更多被 杀掉对吧 更多被杀掉 所以我们看到个股很多也跌出了一些机会啊 最近板块上的领导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技的反弹的带动下 科技上周是有不错的反弹的表现 整理市场出现了一个新高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表现比较强的能源 金融还有房地产基础原料工业类的反而是有些跑到后面去了 对吧 有些跑到后面去了啊 但也没有拖累市场啊 也没有拖累市场 其实里面有些现象我就可以跟大家细细去分析一下啊 我们看到高位资金上的轮转对吧 有好有坏啊 有好有坏 高位资金轮转是牛市的一个现象啊 那如果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轮转再来回在价值 与成长之间轮转或者说各板块之间轮转加速的话呢 反而有冲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资金现在是很有限的 不可能成长跟价值同时去拉升啊 只能选择一个 但如果市场走向更远的话 必须需要有更大权重的 这个科技成长类的股票带动 对吧 那如果科技成长类股票拖拖累的话 市场难以出现持续的新高啊 那如果说光是这个传统价值的话 对吧市场难出现新高 然后传统价值也不能带大盘走向更远的位置 更多只能把大盘维持在高位 或支撑的大盘不要跌的太惨啊 但我觉得这边所以说这个 目前可以看到资金是有限的 不能穷实拉升 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可能是在更高位 做一个更大的一个顶部啊 除非这边有新的动能 新的资金流入到市场里面 或者新的原因 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到这里面 要不然我觉得市场更多是什么 高位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轮转 其实也是说明了我们上 缺乏一个什么新的上涨的动能 缺乏了更多的资金 去推动这个市场向上 那些资金 市场只愿意拿出这么多 对吧而且不能同时涨 只能选择涨一个 或者同时涨的话就只能涨很少 最终可能等于很没涨 高位的这样一个震荡 所以我觉得大盘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走不到太远的位置 走不到太远的位置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牛市上来 而且是2020年 3月份下跌出现的一个低点之后 上到来现在已经是跑了很多了 而且很累了 也包括最近的几次回调 包括最近的一次回调 对吧 上来这边也是从第一位上来 标普回调5% 然后马上出现一个新高 短期来说也跑了很多了 而且从很高很低的位置跑上来 当中有回调 然后继续不断的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4000点 可能会去碰一下 但我不期望说有更高的 或者说短期有更大的涨幅 在这里面了 市场可能需要消化一下 甚至可能也出现需要更多时间 或是通过 价格的回调 来消化 最近的一些涨幅 包括资金在高位 迅速 加快轮转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 有高位在做顶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当然这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了 目前市场没有太多的 负面的一些信号 除了说科技类的 依然对市场可能有拖累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以外 因为我们看看VVIX 恐慌指数 这边也是低点在不断的抬高 最近来到关键的支撑位置 是守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市场可能 目前 一个信号 风险的信号 VVIX不断的抬高 而且大的圆弧 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所以这边我觉得恐慌指数 或者说 这个市场的风险来看 波动指数来看 依然说明市场这边可能有很大的风险 在酝酿当中 还在酝酿当中 然后VXM 我们看到科技股 还是有比较大的风险 敞口低点是不断的明显在抬高 根本都没有回到 最近的平台的下沿 对吧 科技股这边还是相对较弱的 或者波动 恐慌指数风险 还是比较高的 风险敞口所在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对吧大家要小心 我觉得传统价值 目前没什么问题 势头也很猛 估值也有空间 但是科技成长类的 可能会对市场有更大的拖累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 科技成长反弹 传统价值反而表现相对较弱 这也说明了市场资金的匮乏 动能的有点缺失 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 这样的一个反转信号 所以就从更长远角度来说 大家要小心 要谨慎 各股的机会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最近 值得去关注的 像原油的话 我觉得最近也开始 有些弱势了 开始有些弱势了 也出现了 下降的高点 但是目前低点的话 我们看到还没有出现更多的更低的低点 这边其实我觉得也有跟通胀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最近传统板块 整个交通航运类的 尤其是空运类的 Jet非常的强 然后整个交通类的也非常强 那这些都是经济的预期 物流的 物流经济的先行指标 我们看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吧 反而最近我们看银行 些许有点弱势 些许有点弱势 可能跟利率 经济的预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看最近国债 是又在低位大幅的震荡了 如果国债这边 加速的下跌 然后大涨大跌的话 其实对利率来说是不稳定的 那利率不稳定的话市场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而可能也会导致银行可能就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吧 那这边市场也会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国债的暴涨暴跌包括利率的加速上涨或者说大幅的波动 对市场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好事 这个可能接下来我觉得总会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的对吧 就这个利率要不你就横在这里不动 对吧 如果说你一直往上走 这个肯定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的 借贷成本的短期加速的上升 对市场来说是否能消化的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如果说借贷成本稳定下来的话 稳步攀爬或者说这个跌中带涨 慢慢的在这里弹着或者说稳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我觉得市场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 物极必反吧 如果说出现极端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利率国债这边对市场可能会有更多负面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定时炸弹或不定时炸弹 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会引爆或最终可能还是对市场有更大的风险的 暂时来看 没有明确的信号 对吧 但是这个迟早就也会有的 另外最近美元 这个回落 目前开启利用反弹 感觉美元是在这个关键的支撑位置守住了 先是一样的 先是 突破 然后回踩有点像刚刚我说的标普500 先是突破回踩 如果这边像标普500这样走的话就会再往上走了 如果再往上走 美元 这边可能会对 各大资产品种会有负面的影响 会各大资产品种有负面影响 因为美元走强 以美元结算的大宗商品 那肯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像黄金最近依然还是很弱的 虽然说有反弹 借助美元有冲高回落有反弹 白银这边也有所拖累 也有所拖累 但整体来说白银可能会更强一些 天然气 最近也没什么特别行情 美国这边慢慢开始转暖了 但据说好像这时候又要下雪了 纽约 所以不知道天然气会不会有机会 目前看到没有什么太大异动 但是也是来到了关键的低位 低点趋势线的位置 说不定天然气这边也可能会有一些 对吧反弹的机会涨多了 跌一跌跌多了 可能也会有反弹的机会 所以这各大资产品种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尤其是美联储 这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然后包括私务日 各大资产价格的变动 可能也会有比较失真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但我相信到下周 真正的趋势会出来 真正的趋势会出来 更多可能在这周是更多的是一个 价格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个股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有同学问到个别的一些 股票确定印度立法 禁止加冥货币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加冥货币对 很多的资产品种包括对法币的 这样的一个 地位上的一个威胁 很多国家是会去禁止或者说去限制的 尤其是走在比较后的国家 我们看到中国是 选择去拥抱他 中国像美国其他国家 美国也是走的比较前列的吧 美国欧洲这些其实都有 研究数字货币的这样的可能性 包括中国一直在 应用测试 数字货币以后的应用 甚至可能在2022年的 东运会 好像说是会 把这个数字货币更多的应用起来 对吧而且全球化起来 这个各自跟外边相接 相接连对吧现在可能更多是在某一些 地区啊城市啊进行一些测试啊 那如果说东运会这边数字货币倒是有更多的应用的话我也是比较期待的啊 那有些国家选择是拥抱对吧接受 或者说迎合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走在最前端有些国家选择是 退出啊或者说直接就是禁止了对吧 因为数字货币对国家主权货币的 冲击还是有的尤其是对一些小国家啊 印度不小了印度不小了印度算是第一个大国 把这个搬到台面上来说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数字货币来说是短期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啊 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就更多把它看作是一个短期的 一个负面影响 当然不排除短期可能还会有 啊 这个震荡对吧甚至往下再走一腿啊但是要破4万啊 或是往更低的位置走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啊4万或是最近的这个2月底的这个低点啊4万34万2这个位置 可能是难破了啊可能是难破了除非说有更大的 市场事件 去 触犯这个点对吧要不然目前来看我觉得 但是印度公司或者印度的这方面的这个 禁止加密货币的看法 呃 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短线的一个震荡而已啊 而且这边印度的财长好像当时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后面又进行了一些更正的怕大家可能误会啊 呃也不能说是禁止加密货币吧 更多可能是一些限制啊监管啊 呃希望这个企业啊可能不要这么无节制的往这个加密货币这边去靠 对吧可能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当然可能也对 印度主权货币也有一定的冲击对吧因为 大家都去买加密货币了对吧那就没有人去 呃持有美元啊或者说持有其他的币种了那就可能会导致 呃 国家主权对吧或者说这个外汇的除汇 这方面可能会有些问题这这这些当然可能都是 呃大家可能也是能够想到想象到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挑战的但一路过来我们看到比特币呀 数字货币一路过来 也是经历过这些挑战之后才 呃越走越稳对吧越走越强啊 呃而且这一路过来这个立法啊监管啊 这都是每天每周每个月每年出现的问题啊 那最后也没有能够呃阻止他的步伐对吧所以我觉得对这个 我觉得就是这个未来大趋势当中的一小步而已对吧一小步而已啊这个问题不大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hepa 小股票这只股票期权流通性比较差啊这个就不要用期权做了这个只有股票就可以了啊sendagora 这一波有翻倍行情吗可能 呃翻倍你说从9毛钱翻倍到1块8我觉得可能盘钱就已经到了啊 但如果说你要往更高位置看我觉得 短期可以看动能向上的sendagora也是我们本周每周一股的重点关注对象然后本周财报啊本周财报然后周一有些消息 对有些什么合作的一些消息啊 呃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只股票我觉得是 呃跌多了对吧值得去介入的包括在这一次成长股杀估值的过程当中 大马股是在下跌过程当中有连续高质量的资金异动的包括在这一周 这几天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也有后续连续不断的资金异动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股票啊 然后geo 大这个监狱类的股票房地产REITS也是有比较深度的价值啊不错VIR这是不太熟悉啊 呃也是做疫苗的吧 但我觉得做疫苗的话关注MEDORA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疫苗的话其实我都不太熟悉啊 QUALCO 我觉得是有深度价值 呃可以做远期的抄底的动作但可能 期权也不太适合去买啊因为期权可能也比较贵 这可能如果喜欢的话超点股票就可以了啊 但我们就半导体科技类的还是相对较弱一点点啊 呃我觉得QUALCO可能跌出价值了啊但是你如果要这个价值回归的话啊这只股票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啊市值可能各方面 其量来说可能跑的比较慢一点点啊 请问科技股止跌回升哎止跌回升反弹 呃 但仅仅还是一个反弹而已啊这个下降趋势啊我觉得目前来看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啊 比较好的一个总是还是希望说科技股能走一个头肩底啊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头对吧也可能是个多重底 然后呢走出来之后呢 这边下杀下来啊来到这个 之前这一个区间 把它当做是左肩对吧然后下杀下来之后呢 这边再做一个右肩啊然后最后最终突破这个位置往更高位置走如果说 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是这样看 比较经典的一个头肩底 这样的一个形态啊这个头肩底的形态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比较经典的了 头肩底 比较大的一个底部的形态的形成 大家可以在图片里面看一下 对吧头肩底 经常可能是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这也是趋势的一个变化 原来是下降趋势 对吧到现在可能不断的抬高的趋势 左肩右肩头部 然后颈线突破 就是目标价位是头部到颈线对折上去的位置啊 那我觉得科技股 QQQ似乎有想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啊 但目前还在一个初期阶段对吧 还在一个初期阶段 我觉得整体市场没什么大问题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太多负面的信号 但拖累 但这个科技股啊科技成长类的可能还是会对市场短期有一些拖拖累啊 有些波动 但是最终能不能往上走对吧 你要看这个颈线能不能突破了这里完全也可以roll over and die 往更低的位置走 但是我相信 短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强势的啊 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反转信号对吧 天然气不动对天然气最近天气转暖了啊天然气可能也是 冲高回落一下啊 但是最近好像纽约又要变冷了啊 纽约好像又要变了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持续啊 需要持续的寒冷的天气啊 才可能带动这个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要不然ung这里压力还是蛮大的 包括ung本身 它也是一个有耗损的etm 每次天然气每个月换合约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定的耗损啊 所以它可能不像说天然气期货这么的 感觉好像 天然气期货更稳一点或是在更高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边 对比一下的话 ung其实也不适合做长期持有的一个对象啊 或者做长线期权的一个对象 因为它有很大的耗损对吧 你看ung现在是在什么低位的 你看天然气的期货价格是不断的向上走的 所以说明了这个 这个etm品种是有比较比较大的耗损 有比较大的耗损 Hog 这也是之前我说过大跌财报之后可以抄底的一个对象啊 那有同学抄了那应该是慢慢开始有些回报了 但是就是当时可能抄一周表现是 比较凶猛的 然后后面的话呢 经过几周的盘整之后现在开始又补这个缺口了 那就去过补了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更多更高的一个期待了 我觉得见好就收吧 见好就收 如果之前有跟着我抄底的 然后onewater marine也是很好的做游艇类的股票啊 像这些股票像这个 马里布啊 boats 包括这个做游艇分销的 租赁的 HZO 包括还有高尔夫球 这些中高端的一些 消费 户外消费 娱乐产品 我觉得是不错的 HPIC 这个我不太熟悉 这个也是做中高端的 消费的吗 看一下啊 这只可能也是同类型的股票吧 我看你一起提起来 HPIC 像什么高尔夫球啊 游艇啊 这些完全不受疫情影响啊 而且呢也是 疫情过程当中有钱人啊 或是中产阶级比较愿意去做的一些东西 比较高尔夫球 是最早开放的一个运动了 因为比较户外嘛 而且大家距离保持的比较 比较远 对吧 这个看看是什么公司啊 这个是manufacturing windblade related pressure loading system 就好像是一个工业类的股票 heavy equipment heavy electric equipment 这公司不太熟悉啊 那看一眼 这公司营收体量是有成长性 而且也赚钱的公司 稍微估值 现在属于市场估值吧 这个没有可能看到什么特别的机会啊 可能也不太便宜 对吧 不太熟悉 那就不做点评了 ROOTS 这看图形好像不太好啊 这个也是次行IPO 这个是做什么的 也可以帮忙看一眼啊 ROOT 这个往下杀呢 肯定应该是成长科技类的了吧 要不然他也不会说杀的这么惨的 感觉最近啊 成长科技类的 看一下 盘前是高开两个percent 最近财报了 这个IPO是做 property cash insurance OK financial的 所以是fintech类的吗 不是fintech类的 可能就是传统金融类的 这感觉公司营收是还可以啊 赚钱能力很差 算了 这公司一般般啊 这公司不赚钱啊 这公司不赚钱啊 不赚钱的公司 我觉得就不要优先考虑了 对吧 你有大把更多的机会去做啊 为什么要考虑这些不赚钱的公司呢 图上的MP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你可以去自己去点去看一下 N的话应该是 有什么新闻吧 P的话应该是price pattern 形态上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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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 对吧 怎么判断资金流是有限的 这个其实就是大概的一个判断啊 因为 成长跟成长板块跟价值板块两个没有同时涨嘛 也就是市场上面 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能同时涨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去说明资金就是有限的 如果资金是无限的或资金还有动能 那就全部东西一起涨了 比特币跟大盘是否有连接 是我觉得是有的 比特币属于风产风险资产 所以风险 这个喜好比较强的时候市场也比较强 对吧 CRM CRM这个我是没有说重点关注或者说推荐的持有 最近回调也是很早 一直回调下来 因为CRM有不断的收购吗 收购之后也花费了大量的钱 收购方往往可能会在资金上比较 麻烦啊 所以呢可能这个 有些可能不是很好的收购 或一般般的收购的话 耗费大量的钱 对 收购方的股价来说是有负面的影响的 那CRM这边补了这个缺口了 缺口补了之后反弹之后现在又往下 感觉比较弱 感觉比较弱 我也没看到CRM有什么太大的资金流移动 CRM这支股票如果要起来的话往往 是会有比较大的资金流移动的 Oracle这也是见好就收了 见好就收了 这个我觉得 如果没有卖掉的话比较可惜啊 CRM目前我觉得还需要关注一下 像CRM之前是进入到道指的这一波 是有大量期权移动的 对吧 这波从3月底一直冲到280 对吧从低位这个上来 翻倍有多的这个行情 我觉得当时是伴随了大量的移动的 那现在目前是没有看到 Oracle最近可能也需要消停一下了 也可能需要消停一下 现在该买价值还是保留现金 保留现金还是一定要保留一定的现金的 对吧等待更好的机会 耐心的等待的话 手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机会的啊 然后呢 价值股 我觉得可以不断的去寻找市场的价值 然后Burship Haswell BLA股 最近我们看价值股 在科技股反弹的过程当中 价值股反而是冲高回落 所以要小心啊 巴菲特的这个公司啊 最近是不断的连续逆势上涨 现在开始的一些弱势啊 可能有人是在借强的借弱在吸 然后借强在抛啊 然后价值类的股票 可能最近也会在成长科技的带动下 可能会有些回落对吧 也就意味着说有人什么卖出手中的价值股 然后跑去买科技股了 这又是再次说明资金是有限的 因为不可能同时涨也不可能全部同时持有 对吧 所以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拜登未来可能会进行 两兆的美元预算的基础建设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有点难啊 就算 这个基础建设或者说 infrastructure bill 能够推行起来啊 那目前只是一个传言啊 没有任何明确的一些东西啊 如果这个新能源bill 或者是基础建设的bill能够推出来 那市场可能会有新的期待啊 但同时政府的大量的刺激 是否意味着说美国啊 或者说这个央行啊 全世界的央行不仅是美国的央行了 有可能需要提前的退出呢 目前央行说是到22年23年都没有加息的 这样的一个预期会继续保持 资产负债表的这样的一个宽松啊 但如果说政府的不断这样刺激的话 那鲍威尔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的 全球央行 可能也会提早撤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到时候怎么样平衡 就要看市场的反应 政府的刺激跟央行的刺激 对吧我觉得两个现在目前是双管齐下的 但如果有一个是 向上有一个是开始慢慢转头向下的话 这个市场会怎么反应呢 我不知道对吧 如果两个都是向上的话 政府保持 刺激然后呢这个央行也保持宽松 那这个对市场来说 对各大资产价格来说是好事 对吧但如果说 这个到时候市场看怎么反应啊对吧 如果说这个有变动的话 对吧目前来说是没有啊 但是我觉得 迟早会有的 这个不可能一直下去的 工业相关类的股票 我觉得基础原料类的是值得关注的 能源基础原料类的这些都是跟基建有比较大的关系的 更多是基础原料吧 XLB 以及它里面的相应的一些权硬股 权权重股 然后基础原料类的钢铁铝啊铝啊 等金属类的贵金属重金属的对吧 都可能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包括像木材啊对吧 LL 木材类的股票 这个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 再详细的 拿个专题出来讲啊 等到后面如果说有更多明确的一些消息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近期美股会中概股 近期美股或中概股就要求中概可能最近有一些好的股票在低位啊 刚刚说的VIX在底部整理有抬高为什么UVXY UVXY有耗损的 UVXY有耗损怎么看UA UA好像也是 运动品牌啊 很不错对吧 慢慢的起来 估值我觉得现在 算是比较便宜的估值吧 但是从低位上来也起来蛮多的了啊 但是相对于说传统的这种运动品牌或者说是 零售店来说的话 它还是在整体来说在低位的啊 因为它可能原来在很高的位置 对吧现在这个圆湖起 慢慢再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股票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大的骚动移动啊 所以我也没什么特别的关注 从形态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G1 GOEV 这个是平台电动车 我觉得最近是有比较大的移动的 抄底是可以抄底的 但是我们选择优先抄底的特斯拉啊 表现也还不错 当然你要说第2波的移动的话 像什么GOEV啊 QS啊 Frisker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首选的 第二轮的电动车可以关注的对象啊 这家皮卡电动车 这好像不是做皮卡的啊 是做平台电动车的 对吧 GOEV CANU 这个我觉得可以 关注一下 但不是投资了 更多就是交易了 我觉得啊 最近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抄底的机会啊 但如果说没有回落的话 就不要去追高了啊 不要去追高了 请问加密货币如何买 这个不太属于我们本次公开课的一些内容啊 在美股的话上面是有 有这些什么GBTC的ETF 对吧 还有一些相关的加密货币的区块链相关的一些股票 但是如果说你要直接购买加密货币的话 还是要出门左转 去百度谷歌上面搜一下啊 老师我有一个cover call 我想roll到下个礼拜 这个是1块1毛1 下个礼拜是1块7毛8 为什么要roll到下一个呢 是你现在马上这个 stripe price要打到了还是怎么样 stripe first trade界面上怎么样选择 现价型的credit debit跟net price要怎么输入啊 这个很简单 我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期权啊 但是如果说你要roll的话很简单 这里啊 选择你要roll的期权仓位然后leg1就是你的现在要选择要roll的 然后呢leg2就是你要选择要roll2的对吧 然后期权链上这里可以选择输入代码比如说苹果 你给选择相应的你要roll到的期权选了好之后的点一下对吧这就出来了啊 然后直接这里会告诉你的报价什么情况 然后你要roll过去的话呢 因为你是cover call 你是卖期权啊 卖期权卖家期权的卖家 期权的卖家的话我往是credit 然后net price的话就看你怎么样选 你这边需要是 这个差价是多少了差价是多少 应该你这里是 平仓 原来现有的一个 其仓位对吧然后再 换到下一个开仓新的一个仓位然后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差价 当然会有个差价 那你这个差价是1块1毛1跟1块7毛8的这样的一个差价 那应该是net price1块7毛8减去1块1毛1 减去1块1毛1 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去测试一下 看看最后东西可不可以对吧 这边我没有仓位所以没办法展示给你了 现在现金比例应该是多少比较好我觉得越多越好吧 我当然希望现金越多越好啊 公司赚钱与否怎么看 就看美股盈利就可以了 EPS美股盈利啊 现金越多越好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 那我觉得最近一波抄底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也是大力抄底出现奇迹 市场也出现新高了 那可以见好就收 收完之后再等待更好的机会 对吧 我就可以不断的在收拢现金了 当然也可以做好对冲 继续持有你想要持有的东西 我继续找寻机会去把手中的子弹打出去 但市场在高位的话 我觉得更多是个别股票的机会 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半导体股 SMH依然会成为今年的主流吗 我觉得会的半导体目前 这个供需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觉得半导体作为科技成长类的板块里面 应该还是会值得长远的关注的 对吧 MITT 这也是小的房地产信托股票了 炒作动能比较强 之前有行情的时候是比较凶的 对吧 但最近我们看到圆湖底慢慢起来 也是越走越稳了 不排除随时可能会爆发 当然这是属于小股票了 自己要多把控一下时机 仓位 控制 成本 AMC之前我也说过有期权 我有买看涨期权 比较远的 还继续持有的 我觉得这个复苏类的股票 AMC 逼空 这个做空比还是蛮高的 GME其实都起来很多了 我觉得同类型的AMC 其实有更多长远深远的价值在这里面 包括加州纽约这边也是开始 试行开放部分的院线 或者部分的座位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 对吧 这个院线如果一旦恢复起来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中国春节的时候院线的情况 还是比较凶狠的 另外像同一波的这种散户炒作概念股 对吧 情怀股 诺基亚 这也是慢慢的开始走稳了 可能有更多值得深远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包括 这个自动化驾驶的 诺基亚是5G自动化驾驶的这个黑媒 最近也是开始慢慢走稳了 所以这些股票可能都有一些短线的炒作的一些机会 AMC如果说你要追的话就算了 要追的话就算 这个是我觉得更长远的布局 早就应该布局了 Vanguard Consumer Discretionary Fund 这个相当于说持有大盘类型的 这个就是直接像这个XLY 对吧 Consumer Discretionary 这个其实相当于说是持有 Amazon类型的这样的一些股票 XLV 是属于深化 医疗保险类的 对吧 Healthcare类的 这个可能也是有成长性的 稍微弱一点点 稍微弱一点点 我觉得就不要追了 这两个都不值得去追 Wolfwagen Wolfwagen的这个应该是有上市吧 Wolfwagen 我看Wolfwagen是在 OTC上的 然后在 德国吧 这里是OTC上的 距离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电动车的原因 这边是OTC上的 我们就不重点去讲了 GEVO GVO是本周财报 这支股票我觉得涨太多了 已经 就没有什么后续值得关注的意义了 跌下来我觉得是应该的 对吧 垃圾股炒起来 跌下来 不排除 不排除 财报前后还会有一些动静 但是我个人就不做任何的关注跟操作了 因为毕竟觉得公司还是比较一般的 比较一般的 能解释一下量化宽松政策持续下去对投资人的风险 持续下去的投资人的话就可能是更多资产价格上的支撑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对吧但如果说 这个最终 天下午没有不散的宴席 量化宽松不可能一辈子宽松的最终还是要面临 撤出对吧 在这个加息呀或者说 宽松啊这个慢慢的撤出 什么是Lipcore Lipcore这个可以网上搜一下就是比较远的一年以上的 长线的期权 Lipcore 通常指的是一年以上的吧 但是我认为其实六个月以上就可以叫做Lipcore Lipcore通常是比较远期的long term的 Option Lip的缩写就是long term equity and position Security 这个是它的缩写 其实就是更长远的 一个期权了 更长远的一个期权 通常是一年以上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Lipcore的这个解释 具体的解释 请问您对Pinterest怎么看Pinterest我觉得蛮喜欢的一只 成长 社交科技类的我觉得这只是值得有更长远的 关注的 这次回调也是蛮到位的属于是第一波我们愿意去抄底的对吧 属于第一波我们愿意抄底 不要去看那个zx的评级没什么用啊 我觉得现在你要去买这个等个回踩我就可以买的吧 如果靠近最近回调的低点60块钱附近 70块钱以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请问buyput是在股价 低于行权 价格的时候将股票卖在行权价格吗这样没有正股也可以买 买期权的话是不需要任何正股的啊买期权是随时可以买 但买期权的话跟卖期权是一样的如果价内期权的话是需要行权的 你如果买了put 这个put最后成为价内的话呢 你是需要去行权的对吧 所以你买put的价内期权怎么样行权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说 比方说你买了pinterest的put 买了pinterest的put 如果说你买的上面的put 属于是价内的 如果你买的下面stripe 属于是价外的 那价外的话 如果到期没有达到这个位置的话是不会行权的 对吧价内的put 到期是会行权的 具体怎么行权 我建议你可以回看一下 之前我们讲过的公开课视频 或者是在网上搜一下 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 mga mga 长线看好吗 这个是 是 做什么的公司我看一下基本面啊 抱歉 这个公司我不太熟悉 所以我可能需要看一眼 mga Let's see this one 然后请问期权行权要如何执行 比方说买了一个put 要以这个价格卖掉股票 需要打电话 一般价内期权 他会自动行权 自动会行权 如果说价内期权的话 自动会行权 在到期 的当天或者说到期后的那个周末 会自动行权的 mga看上去好像公司营收各方面其实都不错 也挺便宜的 这公司做什么的 这公司是做 Auto Parts OK Auto Parts 这个我觉得 长期应该有分红吗 如果有分红的话那不错 Dividend History 有分红 分红还不错 每年有一块多的分红 我觉得这个可以长期持有 如果你已经有的话 如果没有仓位的话 我就可以再等一等不急 现实在高位对吧有仓位的话可以继续持有 百事快递 这个好像最近 原来是有私有化的邀约啊 但是后面这个私有化就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这只股票如果要起来的话必须要有新闻 没有新闻的话他可能很难起来 这个新闻可能会是私有化邀约 可能会在较低价格的私有化邀约 但估计可能也是三四块钱吧 也是值三四块钱的公司 百事快递 中国比较大的一个快递公司但是一直股价没有起来 并不像中东快递这么赚钱 或是达达快递这么有动能 对吧 可能 我觉得中这个百事快递确实是有他深度的价值啊 但是股价一直没有起来 对吧 没有热钱去炒作他 没有热钱去炒作他 但我觉得这是属于是 可以买了就忘了的股票 对吧 潜伏在这里 说不定哪天就涨了 但是真的是说不定哪天就涨了啊可能需要等待很长很长时间 对吧 可能需要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 K K的财报可能一般般啊 因为迦南他的这个 主要业务啊还是做矿机的更多看比特币的价格波动 而且迦南是早期中国比较大的矿机了啊 我觉得这边做矿机的话可能也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了啊 现在还要做交易所对吧像一帮 挺好的 还在低位对吧 最近其实也在不断的冲高了啊 但是并没有创下之前 9月份 或者说最近2月份的高点 冲上去并没有对吧 但这个一帮他不仅做矿机 然后也做 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啊 现在不再在试行新的交易所了 我觉得这个情形有意思的 可以关注一下 Mara可以买 Mara早就应该买了 现在就是见好就收了啊 不是买了或是追高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啊 URI 这也是不错的一些这个价值类的股票啊 最近一直在往上称 往上走 但是这个也不好去追高对吧 如果说没仓位的话也不要去动了啊 有仓位的话可以继续持有啊 BBU 这个也是属于价值房地产信托吧 感觉这个是不非我不是是怕的 应该是房地产信托啊 最近也涨多了 下来一点点 我看看BBU 应该是属于房地产信托还是属于 传统能源类的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这个是industrial acquisition OK 也是跟传统能源相关的啊 传统能源相关的 这公司营收体量很大 也是赚钱的公司估计也有比较好的分红啊 我看这个分红啊 没有很高的分红 没有很高的分红 那这个属于是价值股的对吧属于是价值股 这只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吧一帮能否去追 这也是上周我觉得值得去追的一只股票啊但是现在 从5块钱 涨到十几块钱 你要去追吗 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机会呢 说不定还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的对吧 我觉得不要轻易去追高啊 不要轻易去追高啊 大家也听到这边开盘声音 开盘的铃声已经响起了啊 那明天早上周三 我们同一时间还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啊 感谢大家的问题 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专线 还有电子邮件 官方的微信 服务号first trade 航杠1985 扫码关注 那这边我们 明天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再跟大家 这个关注啊 再跟大家这个互动 再跟大家互动啊 感谢first trade 真正服务华人30多年的老白券商 真正意义的免用券商啊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们再见 这边我把我的微信留下来 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微信 我们后续再进行探讨好吧 拜拜